2000年前后 辽宁省沈阳市突然出现了系列恶性奸杀案件 8年内 这个歹徒大多一人作案 奸杀48人 手法特别的凶残 不留活口 还有可怕的性变态行为 2000年5月9日 这是沈阳最好的季节 春节就要过去了 夏季还没到来 气温不高不低 万物欣欣向荣 一大道卖蔬菜的黄大叔骑着三轮 路过沈阳区仙龙坛路的南运河东岸 天才蒙蒙亮 黄大叔费力的拖着一车蔬菜 在河边骑行 突然来了个紧急刹车 为啥 运河河堤的乱草中 似乎仰天躺着一个小伙子 这就怪了 小伙喝多了 黄大叔定睛再看 吓了一跳 小伙的旁边还躺着一个姑娘 姑娘下身赤裸 臀部朝上 白白的 在乱草中非常的明显 2000年的沈阳 还没有开放到露天打野战 或者晒天体玉的地步 大叔立即判断是出事了 大叔手精过度 一车蔬菜都不要了 迅速的跑到附近的杂货铺报警 沈阳警方迅速的赶到现场 也被震惊了 受害者是一男一女 早已死亡 歹徒手法极为的凶残专业 两人都是用匕首一击刺中心脏 当场逼命的 经过在附近的走访 受害小伙姓王 刚刚20岁 受害的姑娘姓刘也是20岁的妙龄 两个年轻人都是外地来的 在运河附近一家酒楼打工 是恋人关系 当晚12点左右酒楼才关门 两人说去运河边约会 结果一去不回 实践证明 王姓小伙子是被人从后面偷袭的 匕首从背部刺中心脏而死的 从后背刺中心脏并不容易 然而这一刀非常准确且力量极大 几乎将小伙子刺穿 这把匕首非常的尖锐 似乎经过手工改造 长度超过10厘米 小伙子中刀以后应该是立即死亡的 连呼嚷的机会都没有 现场发现两人的财物都没了 似乎是抢劫 相比小伙子的惨死 姑娘更是惨了十位 刘姑娘则是左胸中刀一刀致命 同时她的下身赤裸 阴道里面发现了有经验 明显被歹徒强奸了 根据实检表明 刘姑娘竟然是先被杀死后 然后被歹徒监尸 更可怕的是 刘姑娘的钢门里也发现了经验 这说明 歹徒是个非常变态的奸杀狂魔 他应该是先突袭了小伙子 然后又将姑娘刺死后监尸的 逃离现场前 歹徒拿走了两人的财物 如此重大的案件 沈阳警方立即立案调查 警方首先排查了受害人的社会关系 毫无收获 两个年轻人都是刚来沈阳一二年的打工者 社会关系极为的简单 无非是几个工友而已 压根没有仇人 而案发时 这几个工友恰好在宿舍睡觉 不可能是他们做的案 那么会不会是抢劫杀人呢 有可能但不太像 晚上12点后 南运和冬案几乎没有人 很适合歹徒抢劫作案 可是这对恋人衣着档次不高 一看就是底层的打工仔打工妹 身上不会有几个钱 况且恋人来约会 又不是来谈生意 身上能有多少的财物呢 警方认为 歹徒仅仅抢走了几十元现金 为了区区的几十元 连续杀死了两个人 手段还如此的凶残 似乎不符合常理 正常来说 用匕首威胁一下 大部分恋人应该也会交出财物 破财挡灾嘛 根本没必要犯下杀人罪 是强奸变态杀人 目前看起来最可能 王姑娘不仅仅被强奸 还被击奸了 说明歹徒十分的变态 不是正常人 然而一般的强奸案 都是强奸了受害者以后 自行逃走的 没必要杀人 即便非常凶残的歹徒 也要先奸后杀 没听过杀人以后再监尸的 总之 案件的钻动机不明 沈阳警方费尽全力的调查 然而除了歹徒留下的经验以外 现场只留下了几个模糊的交邪鞋印 通过鞋印的推测 鞋印的主人个子不高 大约是一米六左右 非常的瘦小 然而让警方万万没想到的是 仅仅案发后的第二天十日 黄谷区的北运河的将军园内 又有一对恋人被残杀 女孩被杀死后监尸 也有极肩的迹象 更夸张的是 十一日北林公园的西北角 又发生了同样的案件 一对恋人被杀死 期间有几个路人听到了动静 跑过来查看 歹徒急于逃走 没有对女孩进行监尸 短短的三天 连续发生了三起恶性监杀案 又是同一人所为 在沈阳历史上还是没有过的 歹徒杀了六个人 仅仅抢到了人民币几百元 简直是匪夷所思 堪称恶魔中的恶魔 沈阳警方对案件极为的重视 立即组成了专案组 这系列案件几乎没有证据 也没有目击者 在没有天望监控的时代 这起案件是很难侦破的 在警方四处侦查的时候 四个月后 又一起类似的案件发生了 9月19日清晨 几个沉练的老人发现了异常情况 大东区德胜路 林青港的北运河西岸堤坝上 似乎躺着尸体 警方立即赶到 发现又是一对恋人被杀 这对恋人年龄较大 男人姓李已经57岁了 女人姓刘41岁 他们都是附近的居民 当晚相约去河边散步的 两人遇害的情况 和5月的案件如出一辙 均是被一刀刺中心脏毙命的 然而这次歹徒手段更凶残 在两人的脖子上连隔数一刀 割断了动脉 其中女人刘某也被歹徒牵尸 肛门和阴道内发现了惊业 两人的财务也不见踪影 刘某的一辆红色自行车失踪 根据惊业检验表明 这起恶性案件的凶手 还是那个恶魔 这几起案件 让沈阳警方大大的震惊 为什么 歹徒不是偶尔作案 而是连续作案的惯犯 正常来说 歹徒连杀了8人 不太可能主动停手 如果不能尽快的抓住歹徒 他还会连续的作案 为此交集的沈阳警方集中了力量 全力侦破此案 当时报道这样写 沈阳市各级公安机关 各警种 各相关部门 按照市局的统一部署 一方面通过强化巡逻守候 在城市带状公园等一发案的地区 采取化妆侦查和跟踪布控等手段 控制和发现犯罪 另一方面 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和作案规律 特点 对犯罪嫌疑人可能出没或落脚的藏身的地区 进行全面的调查摸底 寻找侦破工作的突破口 从社区民警开始层层排查 做到地不漏户 户不漏人 此时 歹徒似乎感觉到了危险 开始流窜到其他的城市作案 沈阳警方立即发出了协查通告 果然发现了歹徒其他的案件 同年7月6日 铁岭市下属的开源市开源镇 印某家发生了恶性的杀人案 男主任印某在外地跑运输 回家时发现妻子被人用匕首残忍的杀死在床上 妻子死后还被监视 家中被翻得乱七八糟的 部分财物丢失 7月24日 开源市城郊乡村民赵某家被人灭门 歹徒手持赵家的锄头进屋 将赵某家男29岁 将赵某的妻子杨某女26岁 妻妹杨某某女19岁 全部砸死 现场到处都是鲜血和脑浆 残不忍毒 然而赵家是全村有名的困战户 家中根本没有值钱的东西 歹徒毫无收获 妻妹杨某某被歹徒用锄头猛砸头部 导致颅骨粉碎性的骨折 脑浆四溅 头顶几乎被砸平 惨死在炕上 即便如此 歹徒竟然连这样一具残缺的尸体都不放过 还用被子将赵某某早已扭曲变形的头部包裹 将尸体拖到院子外监视 除了开源室以外 铁岭市等地也发现了类似的案件 经过DNA的检验均为同一个人所为 这边沈阳警方认为 歹徒手段如此的凶残熟练 不可能是2000年才开始作案的 经过串案侦查 发现从1998年年底开始到2000年 这个歹徒在沈阳全市各地作案至少20多起 查明死者高达十几人 多人重伤致残 被监尸的女性也有七八人以上 由此 该案被列为特大连续抢劫强奸杀人案 成为辽宁省十大要案之一 全省乃至全国的行政专家 重点研究了这个案件 这个案件有几个疑点 第一 歹徒究竟是为了劫财还是为了劫色 这系列案件中 歹徒袭击的多是情侣或者农村的家庭 而稍微上道的人都知道 情侣约会不可能带很多钱 而农村家庭更是不会有什么财产 这系列案件丢失的财物都不多 最多不过几百元 大部分只有几十元甚至几元 再说劫色 很少有强奸会监尸的 在死亡的威胁下 一些女性往往会忍辱屈服而保命 然而歹徒上来不分青红皂白的先杀死女人 这就不符合强奸的基本规律 虽然歹徒可能比较瘦小 但毕竟手持利刃 对付大部分的女人还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一些专家认为 歹徒主要的目的不是为钱 也不是劫色 而就是杀人 歹徒明显有变态的心理 作案几乎不留活口 还对死亡的女性监尸 看来歹徒似乎因为什么原因仇恨社会 通过杀人来报复 至于抢劫和强奸只是顺带手的 第二 歹徒为什么主要选择在沈阳开源作案 一般歹徒连续作案 都会选择自己非常熟悉的地方 尤其是这个歹徒 曾经连续三天在沈阳作案三起 连杀六人 每次都从容的逃走 专家认为 这说明歹徒对于沈阳和开源都非常的熟悉 看来歹徒即便不是沈阳人或者是开源人 也在这里长期工作或者生活过 第三 歹徒为什么多选择情侣 看起来歹徒选择情侣 似乎是一种病态的报复心理 无论抢劫还是强奸 甚至是单纯的杀人群 完全可以选择单身女性作案 为什么要选择两个人的情侣呢 即便歹徒作案手段熟练 先杀死男人后 女人会本能的呼救逃命 甚至搏斗 这就会对歹徒有威胁 一旦有路人或者是巡逻警察发现异常 歹徒恐怕就会被抓捕 专家认为歹徒似乎受过感情上的创伤 特别仇恨热恋中的情侣 第四 歹徒为什么强奸以后还要击减 这是个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专家意识也难以确定 一种推论是 歹徒可能认为击奸是对女性一种极大的侮辱 通过这种方式 歹徒羞辱女性以获得心理上的满足 或者歹徒本身就是双性恋者 第五 为什么现场几乎没有留下证据 也没有目击者 这么多案件 竟然没有一个目击者 仅有两批人 似乎看到了他的影子 一个老大爷在案发前曾经看到有个30岁左右的矮个青年 在河边骑自行车晃悠 长相则没有看清 这并不能说明这个小个子就是歹徒 也可能只是路过的 专家认为 歹徒作案的手段非常的高明 有反侦查的经验 而且心理素质很好 其中一起公园杀人案中 几个路过的工人闻讯赶来 同一个矮个青年擦肩而过 因矮个青年不慌不忙从容的慢行 工人们根本没有想到他是凶手 没有看清样子 专家们推断 小个子可能受过关机关的打击 有丰富的作案经验 专家们认为 歹徒作案有着自己的方式 而且钻频率高 只要在全市保持高度的警惕 歹徒迟早会露出踪迹 被抓获归案的 然而2000年10月以后 这个歹徒突然停止了作案 这让警方百思不得其解 这种恶魔 怎么可能突然金盆洗手呢 难道突然发了善心吗 然而大概一年多后 也就是2001年年底开始 这个恶魔又在沈阳作案 手段还变本加厉 2002年10月17日凌晨 沈阳农业大学林却院实习基地的植物园内 发现了两具尸体 死者是50多岁的一对夫妻 晚上出门锻炼时遇害 女受害者同样被人殲尸 两人财物丢失 根据DNA检测 还是这个歹徒所为 此时这个家伙 在东北前后至少作案20起 杀死数十人之多 堪称全国少有的特大案件 辽宁警方深感震惊 用尽力量侦破 省官厅厅长李文喜多次指出 该案件一定要尽快的侦破 不能让歹徒继续在辽宁行凶作恶 辽宁省官厅将此系列案件 列为全省三号大案 沈阳市官局列为串联54号案件 然而很快转机就来了 2003年1月 红区汪家乡李家又发生了命案 男主人李某睡梦中 突然被人连刺两刀负重伤 妻子稍后也被刺伤 随后歹徒竟然当着男主人李某的面 将奄奄一息的妻子强奸 李某回忆 歹徒竟然不慌不忙的停留了三个小时 还试图将家中的电视机搬走 又反复的盘问他钱在哪里 歹徒逃走前试图杀死李某灭口 李某虽带着重伤 也拼了命和歹徒搏斗起来 本来李某肯定是活不了的 恰巧隔壁李某的弟弟来换晾衣服的竹杆 推门而入 误以为李某弟弟手持长武器 歹徒怕斗不过他 慌忙跳床逃走 李某已经负重伤昏迷 经抢救侥幸妥险 李某手术后回忆 歹徒前后逗留了三个小时 他清楚的看到了这个男青年的外貌 一面色较黑 二他有很重的穿自眉 脸上坑坑洼洼的 在左脸部还有三个红疙的 三淡淡的八字胡 像是刚刚踢过他 他还认为 这个男青年个子矮小 一米六左右 似乎是沈阳周边的口音 根据李某的描述 著名专家中国刑警学院赵承文教授 花费了很大的精力 画出了逼真的模拟画像 模拟画像被送到了全省各派出所 但半年时间过去了 始终没有什么收获 7月1日 突然案情又有了重大的转机 在沈阳市大东区看守所 抢劫犯赵某表示要检举立功 赵某涉嫌暴力抢劫摩托车被捕 可能会被判重刑 在得到会适当减刑的许诺后 赵某交代了重要的情报 模拟画像上的人横向王强 赵某介绍 王强30岁左右 自称是开源人 是他的同伙和同乡 王强个子只有一米五八 却是凶残狠奴的惯犯 曾经极次被捕 赵某和王强是在一次销赃时认识的 当时赵某还是以盗献为生的 都是开源老乡 又都是惯犯 赵某和王强都很谈得来 王强告诉赵某 道歉没什么意思 搞不到什么钱 还容易翻把 就是失手的意思 不如抢劫来得快 王强自称抢劫上白起 专门在公园作案 随后赵某和王强混了一段时间 根据赵某说 王强经常夜晚骑着自行车外出作案 穿一双黄色的胶底鞋 还戴着十几厘米长的瑞丽匕首 有一次王强拿出一根戴血的项链和很贵重的手表向他炫耀 说是刚抢来的 赵某问 怎么有血 王强回答 把人杀了 自然有血 赵某这才知道王强是杀人犯 有些害怕 开始疏远的 几个月后 赵某因赌债太多 被迫又找到了王强要求一起干 根据他回忆 王强传授了一通抢劫的经验 下雨天 作案地点应该选择在公园 运河附近 金刀一亮 恋人不敢反抗 劫财劫色就随便了 作案以后 就把人杀掉灭口 警察根本破不了案 两人约好去大二环一带去抢劫 准备下手的时候 王强突然说 哪里有警察 走 赵某看了看 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王强却说 那都是谈恋爱的 就是便衣 你看那个女的精气势 和普通女的不同 肯定是警察 我和警察打了二十年的教导了 不会看错的 不管他们打完成要饭的 路过的 健身的还是谈恋爱的 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快走 两人一前一后逃离了现场 这次后 赵某觉得王强太凶了 他和他一起钻 会有被灭口的威胁 就逃走了 赵某和王强在一起混了很久 对王强非常的熟悉 认为模拟画像上就是王强 赵某还供述 王强多次入狱 有案底的 很容易找到住址 警方大喜过望 迅速查到了王强的入狱记录 然而王强户籍所在的 丹东省宽店陷警方告知 王强从小就不在这里居住 而是住在开源市 随后专组立即部署去开源市抓捕 7月14日 沈阳警方组织精干力量 赶赴王强母亲居住的开源市 马寨祥 根据情报 王强离婚后 唯一的儿子交给住在妖宝村的母亲 刘凤霞照顾 王强很喜欢儿子 不定期的回去看他 警方立即秘密联络妖宝村村长 村长听说王强涉嫌恶性杀人案 惊得目瞪口呆 这么一个尖巴巴的人 能去杀人 村长又告诉警方 王强刚好回家看望孩子 正在村里和人打牌赌博 接到情报以后 抓捕组不敢耽误 紧急的从乡里面赶赴了姚卜村 车辆开到村口 开车的马寨祥派出所司机 一眼就认出 两人小时候见过面 在村口溜达的矮个青年就是王强 车上三名警察顾不上讨论 立即跳下车 一前一后的夹击抓人 王强发现有人追他 立即转身就跑 但警察反应更快 一个民警 另外两人将他按倒 王强挣扎着将手伸向了腰间 随即被手枪顶住了后脑 双手也被控制了 王强矮小受惹 不是三个大汉的对手 被戴上了手铐 这边民警从王强的腰间 搜出了一把尖锐的匕首 这就是杀人的凶器 被捕后 王强倒也没有死撑 爽快的就承认了 沈阳开源等级的系列强奸案 都是他干的 28岁的王强 没有文化 不识字 然而他的记忆力很好 在沈阳官局内 王强精准的回忆了自己的作案过程 从1995年1月22日杀人开始 到2003年7月14日 在中古镇腰补村落网结束 作案持续八年零六个月 抢劫 强奸 盗窃敲诈作案超过100起 恶性案件36起 前后至少杀害45人 强奸10人 王强回忆 1995年前他就杀过人 沈阳市人民检察院张书宏 签发的公诉材料中显示 王强自己供述的 1995年以前的抢劫杀人案 因时间太久远了 无法核实 最终没有被列入审判 王强为什么会犯罪 很简单 他仇恨社会的一切 王强远及辽宁省丹东市昆殿县 然而他1975年出生在 开源市马寨乡信花村 几乎没有去把丹东老家 王强的童年 是极为不幸的 这主要因为他有个禽兽爸爸 这么多年后 村里人提到王强父亲 王学国 还是直摇头 王学国是村中有名的人渣 是个六亲不认的毒鬼 王学国的妻子 也就是王强的母亲 刘凤霞回忆 当时我家人口多 父亲为了少一个人吃饭 经人介绍 把我嫁到了兴花村 结婚前 我就和王强他爸 王学国 见过两次 结婚后 我发现村里人看着我 脸上神情怪怪的 后来我才知道 王学国在村子里面 名声特别差 做了很多的坏事 根本没有姑娘愿意嫁给他 王学国烂赌成性 整天有人上门 找他爸要债 他爸被迫分家 王学国不满意 曾经因此殴打过弟弟王学军 两人打架时 王学国的爸爸来拉架 被王学国一脚踢的吐血 在家里躺了半年才能下地 这种事 王学国做过不少 全家人对他恨之入国 宣布断绝关系 刘凤霞说的没错 自从王强和弟弟记事开始 家里就乌烟瘴气 母子三人无时无刻 都是战胆兢兢的 爸爸王学国 不正经下地干活 家里内外都靠母亲 刘凤霞苦苦的支撑着 这尚且好说 然而王学国还特别的好赌 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 甚至是口粮都扛去赌博了 如果当天赌赢了 王学国就会买来烧酒和熟肉 大吃一顿 刘凤霞他们母子三人 只能等他醉饱以后 吃他的残羹剩饭 有一次 王强趁王学国不注意 偷偷的拿了一块熟肉吃了 王学国竟然对准王强 连扇了几个肉光叫嚣着 我吃完了你才能吃 你这个死小子 敢和老子抢肉吃 我打死你 王强竟然被打得比血之流 当时他不过是四岁 这还是赌赢的时候 如果王学国赌输了 经常回来就是歇斯底里的 大闹一场 他不是打老婆 就是打儿子 下手还特别的狠 尤其王强和弟弟 几乎是在父亲赌打中长大的 除了打以外 母子三人经常一跪就是半宿 一次大冬天的 万人积雪半吃深 母子三人被王学国赶到院子里面 跪了一个多小时 王强认为 父亲王学国根本就不是人 冷血无情 极度自私 还非常的凶残 五岁的时候 王强和弟弟发现了翅膀受伤的一只鸽子 两人偷偷的藏起来养了几天 准备养好伤 放了他 谁知道 王学国回来听到鸽子的咕咕声 立即四面搜索 一脚踢开了拦着他的王强 找到鸽子后 王学国活活的扭断了鸽子的脖子 做了下酒菜 王强和弟弟都被吓得大哭起来 王强六岁时 曾经因吃了不洁的食物 得了细菌性力气 在当年 这种疾病是会死人的 王强被送到了香卫生所 打了两天的点滴 还未痊愈 就被王学国赶了回去 有钱不给我吃喝 不给我打牌 让你花钱 你死了得了 王学国滥赌 家里很快是家徒四壁 就剩下一口锅和一张炕 连口粮都输光了 这种情况下 被长期殴打虐待的刘凤侠 赶到日子实在是没法过了 选择和王学国离婚 当时的刘凤侠 自己也没有生存能力 只能回到娘家赞助 靠家人讨口饭吃 王强八岁 弟弟六岁 刘凤侠无法一次带走两个孩子 只能带走了年龄较小的弟弟 于是王强被迫和不是人的父亲 王学国一起生活 然而王学国根本不管儿子的死活 就像这个孩子不存在一样 王强饿极了 只得去别人家地里偷红薯或者萝卜吃 又为邻居骂 和你爸一样 不是好东西 长期的营养不良 八岁的王强又瘦又小 看起来就像个五六岁的孩子 几个月后 王学国在赌博时候出老前被人发现了 他恼羞成怒 灰刀将人砍成重伤 被捕后判刑十一年 于是王强只能跟随爷爷奶奶和叔叔王学军一起生活 然而这三人均和王学国有很大的过节 对王强自然也好不了 王强回忆 他爷爷奶奶对他很差 尤其奶奶经常骂他 不给饭吃 一次王强饿得受不了 在家里偷吃了一个面病 奶奶竟然指着王强的鼻子骂 你怎么不死了呀 你活着有什么意思 你早晚点和你爹一样 叔叔王学军稍微好一些 但管教方法粗暴 经常打孩子 这样一来 几个月后 王强实在受不了了 就逃出了这个家 也放弃了学业 当时他刚刚读到小学二年级 班主任戴秀严老师认为王强本性不饿 不是坏孩子 王强在班里学习上中等 这孩子呀平时也挺乖的 我只教了他一年多 至于后来他为什么辍学 我就不清楚了 农村里的孩子 也不是都指望着考大学 在那时候谁不上学都挺正常的 多年后叔叔王学军回忆 这小子小时候很淘气 他父母离婚后就淘得更厉害了 九岁的时候 王强才上了一年多的学 就和我说他不愿上学了 后来他还真不去 我很生气就打了他 他爷爷奶奶也经常给他小鞋传 后来他就跑了 王强跑出去以后 爷爷奶奶根本不闻不问 只有叔叔王学军找过他一次 王学军回忆 我去找回他一回 他当时在开原市中古镇上闲逛 我就把他拖了回来 当时我很生气 打了他一顿 打得还不清 结果这个不争气的孩子 没过几天又跑了 我也就没再找过他 这孩子父母不在身边 爷爷奶奶也不管 我说话他也不听 找回来也没用 再加上我自己当时也有事 顾不上他 总之 九岁的王强 就开始了流浪的日子 王强离家出走后 长达二十年没有回过家 直到被捕前三年才回到祖屋 刚开始 九岁的王强只赶在村子附近的镇子晃荡 刘凤霞回忆 一次我去中古镇的一家医院看望亲戚 一个医生问我 你有几个孩子 怎么街上还有个孩子 说你是他妈妈呢 我赶忙让医生把孩子叫进来 很快医生就领了一个脏兮兮的小孩 我一眼就看出这个男孩是王强 我一把把王强抱在了怀里 问他 你怎么不回爷爷奶奶家呀 在这干什么呀 王强喃喃的说 家里人打我 这时的王强 已经辍学并在镇上流浪了一段时间了 然而刘凤霞也没有收留王强 一则刘凤霞没有这个能力 他养活王强的弟弟已经很艰难了 二则 根据东北农村的惯例 夫妻离婚以后孩子一般都给南方抚养 他带走了一个孩子 已经算是魄力了 虽说刘凤霞没说 但他已经改家再婚了 后来丈夫是普通农民 生活艰难 不可能愿意多养一个别人的孩子 说白了 刘凤霞也不太在意这个儿子的死活 刘凤霞回忆 再见王强时 已经数月之后了 我到亲戚家串门 在铁岭火车站见到了王强 我想把王强劝回他爷爷奶奶家去 王强死活不同意 转身就跑了 我后来从亲戚的口中得知 九岁的王强直身到沈阳大连流浪了 从此近十年杳无音信 王强被捕后回忆 在铁岭流浪几个月后 我经常几天吃不到一点东西 外面又开始变冷了 几乎要冻死饿死了 我每天都睡在火车站里 经常被人赶出来 我只好睡在停靠的火车上 有一次我爬上了一辆 装着麻袋的火车睡着呢 醒来以后我发现已经在沈阳了 当时我九岁 时间是1984年 随后几天 王强就在沈阳火车站附近乞讨 睡觉 沈阳果然是大城市 火车站来往旅客很多 一些旅客看到王强又瘦又小 不觉动了侧瘾之心 纷纷将吃剩的饭菜丢给他 这几周来 王强不但能吃个半饱 还竟然乞讨到了几脚前 可惜好景不长 一天晚上 王强在车站广场角落睡觉的时候 突然被四五个成年乞丐毒打了一顿 这些乞丐出手很重 打得王强头破血流 躺在地上不能动态 最后年龄最大的乞丐骂道 你他妈给我滚远点 这里是我们的地方 你要是不滚 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几个小时后 一个车站老民警巡逻时 发现了奄奄一息的王强 老民警不顾王强又脏又是血 将他背到了车站排出所 细心包扎了伤口 让老民警奇怪的是 王强被打得如此之重 要只有九岁 却没有流下一滴眼泪 后来民警用自己的饭盒 给他下了一碗挂面 又打了两个鸡蛋 让他热腾腾的吃饱了肚子 多年后王强回忆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碗面条 一年多来了 这是我第一次吃饱饭 老民警又温和的问他家在哪里 说可以将他送到收容潜送站 送回原籍的老家去 然而无论民警怎么问 王强就是不说话 王强明白 回到开原老家也是死路一条 反而留在沈阳能够多活几天 老民警看到王强不说话 误以为他是傻子或者是哑巴 见王强一不遮体 动得瑟瑟发抖 老民警就把自己的一件外套送给了他 这时候老民警惊讶的发现 王强的眼睛突然红了 像是要哭出来 第二天一早 王强就逃走了 还是在车站附近乞讨 因怕被钱送回去 王强见到民警就跑 王强不遮体 李宗raum 公文zogen 手术 不贵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